而在北方特色民俗热闹上演 人们游远赏灯欢欢喜喜闹元宵 在陕西西安永兴坊 热烈奔放的安塞妖谷 舞出了元宵佳节的欢乐劲 为人们送祝福送吉祥 舞龙表演以及七彩绸飞舞 穿剧变脸等精彩节目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在活动现场 元宵节美食制作及品尝 更是备受人们喜爱 在甘肃武威梁州区永丰镇 田园综合体的夜景灯光和焰火 点亮了这片戈壁滩 在这座汉塘建筑群里 当地群众表演起了国家级飞夷项目 梁州公骨子 鼓声铿锵有力 步伐辗转腾挪 当地市民包元宵 登城楼猜灯迷 写下对今年的祝福 再现古梁州的文风和浪漫 元宵节当晚 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博古县 上演了一场漫天缤纷的铁花雨 古月齐鸣声中 打铁花艺人赤膊上阵 舞动高温的铁枝自如穿梭 铁水被用力拍出的瞬间 炽热的铁水在空中煞石炸开 如梨花雨般飞溅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烟火 游园赏灯是元宵节的传统习俗 夜幕降临 三千多盏精美花灯 点亮蓝洲夜空 十二生肖造型 百家性灯朗 琳琅满目 令人驻足 河北邯郸的圆博园内 花灯璀璨 光影缤纷 青海黄园的飞仪排灯 融入了雕刻 剪纸 皮影等多种艺术 别具一格 黄河岸边的宁夏岩池百姓 把花灯排列组合成 九曲龙门镇 年年都来着呢 搁着一家人一起转热闹 团圆嘛